伊朗首都德黑蘭市長哈納齊 接受鳳凰衛視記者的獨家專訪 哈納齊是伊朗知名的改革派人士 也是明年總統大選的熱門人選之一 他認為不管美伊關係如何發展 中國是伊朗最大的經濟合作夥伴 伊朗和中國的合作必將會愈發緊密 德黑蘭是中東最大的城市之一 也是伊朗的經濟 文化和政治中心 哈納齊說近年來 德黑蘭的交通 建設都離不開 和中國的合作 哈納齊說德黑蘭還正在規劃建設三條清潰路線 也希望和中國合作 他認為伊朗人對中國的印象也在發生著改變 和中國合作的影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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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記得在那時候 我記得在那時候說 日本人不是不好的 和日本人的歌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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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是不同的。现在的中国和日本人都在做的项目和KPI。 当他们做的项目和KPI的国家,他们可能没有所有的项目。 但它是重要的是在这些项目的项目搜索。现在是中国国家的项目搜索。 哈纳其说他还没有计划参加明年的总统大选 虽然目前伊朗经受着制裁经济困难 但他对伊朗的未来很有信心 他对伊朗经划参加明年的总统大选择